李隐之 闹了半天原来你早就逃了 我都是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要见人 带你回去自然就见他 你最好别骗我 李隐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决第三尺要把你挖出来碎尸万段 想不到城主还是个情主啊 他可是我军安城的脸面 一个脸面而已 是这么多 你管我脸面值多少钱 拿钱放人 让我看看王匪的尊严 你背后有四个 说谎也要靠谱点 你真当我傻呀 杜庆子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这又是谁的人啊 人杀过青子的终于出现了 如果你再给我交一份手机 我或许可以救你一条小命 想得美 要死到临头了 还想着懒生意呢 你们两个 跟我到地府里伤了是吧 我没有 总你还要死了 为什么要死了 我找死了 这是怎么办 还要死了 还要死了 我那是什么 我还要死了 飞 我还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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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向将军的追击 还要劳烦楼主 在此地多留几日 查一下 谁的人 是 他怎么办 这个祸害 我先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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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有第二名小害般成主啊 救命 别喊了 喊破喉咙 终于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是你 我书签那已经给你了 你还帮我做什么呀 一点真道德都没有 之前的书签救了你的命 现在你在我手里 你还欠我一份书签 是你知 你其人大事 我跟你拼了 你杀了我吧 给我个痛快 想死 那也要等我事情办完之后 你想干嘛 劫财都好说 劫色嘛 也不是不可以 做梦 亲本家人奈何作贼 实话实说吧 你没杀了一只吧 我杀没杀他 你如何得知 你能在城主府 绑走一个人 哪怕绑走的不是君后 是随便哪个下人 那也说明 你不是普通的绑匪 你在府中有内应 朝中有势力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是何方势力 皇叔派 太父派 城主派 现在又多了一个将军派 不知好汉 属于哪一派啊 不管哪一派 谁都不会愿意在 这盘乱局中 替对手扫平敌水 更何况 李影之手下 有十五万兵马 谁能保证 从他手下夺下兵权呢 除了天资过人的 本城主 分析得不错 不要再分析了 怎么 要办正事吗 来吧 闭嘴 要不然把你舌头割了 李影之啊李影之 看不出你还会害羞 本城主就到得了 这窗太晃了 我睡不舒服 我口口我要喝水 你 我就这么想见到我的脸 迫不及待 城主对谁都是迫不及待 你要去哪儿 事情已经办完了 明天我会让人来接你的 李影之 那 你把李影之给我放了 站住 就凭你 还想跟我斗 李影之 到底图谋本城主 什么呢 也不知说 怪人甚得慌 怎么把你给绑了 冤枉成主啊 我却让 绑得好 他犯了什么错 他不说话什么意思 又想做什么 君后被绑案水落石出 一干人犯 君已扶住 回城主 当夜事情是这样的 先生 此事不对 打开麻袋 燕民正身 果然不是李影之 中计了 快走 这人怎么办 杀了 等一下 我乃当朝太父 齐阳的外甥 那又如何 你等敢冒齐险 绑架李影之 不就是怕大权 落入故事之手吗 若是杀了我 城主与李将军 大婚集成 你们还有什么机会 放了我 我明白了 林斐然定是被误认为是军后绑子 绑匪一剑锁绑飞人 就将其放了 斐然 本城主的推理可算精彩 城主月明 我我我 对就行了 坏 我 我 我 你 我